新赛季呢不是坦克荣耀吗 随着白起下合同坦兵英雄相继崛起 我们的吕布呢热度也来到前所未有的高 那么这首攻速暴击流吕布你一定得学会了 不管能不能赢玩起来真的很爽 满屏幕都是白色真人伤害 这快乐也是前所未有的 于是我们开局对线马超 正当我们跟马超难舍难分之时 姚美果发了信号 正当我们撤退时呢已经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呢 一个刘邦而已嘛 我们直接跟他俩打 对面斯巴埃来了 这下玩犊子了 但是不要慌 一个策展直接带走 你看大家第一个要学的就是心态 一定要放平稳了 紧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跟马超兑现 这马儿明显打不过我们的 对不对 但是没办法 这游戏你技术再好也怕针对 你说有操作有技术 我肯定不会在塔下不出来的 对不对 那大不了呢我们就去复活 没问题吧 不过这一波呢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对面是摆明有点针对我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们选择忍了 我们就在塔下猥琐 那我来打个边野发育一下总可以吧 但是啊我没有想到 这个野怪会打如此艰辛 先是司马懿窜了过来 然后马超紧随其后 正当我们准备反打时 这不至于吧 对面刘邦又来了 于是呢不出所料 我的屏幕又黑了 然后呢我们这次也不打的 我在塔下猥琐好吗 然后这三兄弟又来了 这次还多来个鲁班七号 于是呢不出所料 我的屏幕又黑了 这游戏没法玩了 于是我想呢 可能是我一直在下鲁 他们就喜欢针对我 那我们换一路去发油 打不过你们我躲着你们 但是啊现实高速行没有用 对面随便一个东包送回去 我的屏幕又黑了 但是啊这个问题真的不大 我想说是 这游戏有时候就是这样 打得好不如排得好 这对面有什么办法 你说气不气 最后我们还赢了 这就说明这游戏是不需要技术的 哎忘了 这期我好像是要讲 攻速暴击流吕布的 对不对 经过刚才一番柔虐啊 我明白了 攻速暴击流 你不能单纯出攻击装 这个装备呢你得调整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做经济祸首 来提高我们的坦度 这样对线不会吃亏的 然后呢再去做抵抗靴 此时呢我们可以直接去做无尽战刃 这样吕布伤害非常高的 前期志愿也能打出伤害 此时呢我们就要去做这个 助梦逐风了 这两件装备 无论对线前期小攻击团战 吕布输出都非常高的 接下来呢我们先把暴力指甲做出来 然后直接去做涌夜守护 先来两件肉装 不然说真的吕布真的扛不住 你伤害再高 前提你有命打输出 对不对 那么最后一件装备呢 顺风去我们做红叉就OK的 这样呢光靠普攻 我们就可以打出不俗的输出 伤害是没有真空气的 如果逆风局的话 你就出不祥征兆 或者出这个破魔刀 这个呢你看对面阵容来决定吧 对面法师厉害 还是对面物理输出厉害 最后呢就出双民用搭配了 大家看也比较简单 不过还是那句话 这游戏就是运气远比技术重要 觉得这句话很正确 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